男人明明是个警察 却在一小时内杀了77人 甚至在法庭上 还做出了内粹独有的举手里 其嚣张程度简直令人气愤 可当警方询问原因时 不料男人却说 自己居然是为了保护国家 他愤怒地说道 因为移民政策的宽松 才导致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员加入 这样只会破坏本民族的血统 而他为了阻止这个现象 曾经在网上发布了多次报告 可政府却始终没有回应 而且男人还说道 如果政府还不作为 那么很快就会有下一次的暴乱 不出意外 警方自然不相信他的言论 直接就将男人逮捕 然而 就是这样疯狂的一个人 居然有挪威最出名的律师为他辩护 而律师在和男人交谈完后 就想到一个能逃避法律的办法 那就是只要证明 男人在杀人时患有精神病 就可以躲避法律的制裁 甚至在确诊后 还可以去医院免费疗养 之后没过几天 律师便找到精神疾病专家 为男人进行评估 接着 他又去寻访男人的母亲 询问男人儿时的经历 最终经过一系列的诊断 没想到 结果竟出人意料 原来 男人竟真的患有精神疾病 而且还是最为严重的偏执精神分裂症 而这样的结果 也就意味着男人可以逃避法律 可万万没想到 当男人得知自己真的患病后 居然没有一点高兴 反而拒绝了律师的精神报告 因为在男人看来 自己的做法就是对的 于是为了证明自己 男人便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就是要在法庭上亲自为自己辩护 很快 到了庭审这天 男人为了给所有人一个下马威 居然直接举起了内粹独有的举手里 看见这一幕 所有人都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就连法官都是满脸嫌弃 随后 男人全部承认了自己的袭击 然后又再次向法官表示 自己这样做 只是为了保护国家 如果还不进行政策改革 那么第三次的袭击很快就要来临 不出所料 男人这种偏激的言论 根本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 于是在各种罪名的加持下 法院自然判了男人败诉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 就是这样一场恶性的杀人案件 法院居然只判处了21年有期徒刑 不过这已经是挪威的最高刑罚 而且男人所居住的监狱 也是整个世界上 福利待遇最人性化的一个 里面不仅有健身房图书馆 甚至还有周末双修 可这样的刑罚 对那些受害者真的公平吗 而男人口中的正义 以及所谓的第三次袭击 又真的会来临吗